市议员林延峰、严若芳针对北市科T17-18地上权以及金华城案违法容积召开记者会 林延峰表示2021年4月19日市长室会议时 柯文哲决议将T16纳入投资计划书评选 但T17-18却不用 而如今T16已动工 T17-18却毫无动静 加上2019年11月时任星光人寿副总的吴欣盈 入列民众党不分区名单 2021年10月13日 其家族企业便以44亿元取得T17-18的地上权 值一土地星光人寿 这8公顷的土地现在切成两块 T16跟T17-18其实只有0.6公顷的差距 但是金人宝他所得标的T16 他需要提供投资报告书 为什么星光人寿T17-18可以不用 后来我们去调了会议记录 这个是由谁来决定的 我告诉媒体朋友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会议记录 在109年的时候当时的柯文哲市府的秘书长陈志明先生 他所主持的会议记录 大家可以看到109年11月12 他们说考量投资规模 所以如同我刚刚所说的 T16跟T17-18要把它分开招标 大家可以看到括号里面是写到 T16必须要采投资计划书 然后评选合格了之后 再用价格标来决标 就是所谓的三阶段的评选 那T17-18就直接采价格绝标 不用投资报告书 更好笑的是第二点 为吸引国际投资商参与投标 当时秉化得很大 后来他们的这个会议之后 送到了市长室的会议 大家可以看到在110年4月19号 是由柯文哲主持正式的拍板定案 大家可以看到下面 也是如同我刚刚所说的 T17-18是两阶段 它不用出示投资报告书 我告诉大家这有什么问题 大家可以看到这一张时序 在2019年的时候 不分区立委的提名的名单 当时民众党就已经把吴欣盈 放入提名名单里面 到了2021年的4月19号 他们拍板说 可以T17-18不用投资报告书 再来到了10月谁得标了 星光人寿得标了 再来我要告诉大家 我刚刚是不是说他们说要吸引 国际投资吗 后来在这个案子里面 投标厂商只有星光人寿一家 没有其他厂商 我们就要质疑 你会不会是在帮星光人寿开小门 市议员严若方则批评 在金华城案中 容积率以各种名目 从392%直冲840% 且根据监察院纠正报告指出 这样的容积奖励 不但超过台北市土地使用 分区管制自治条例锁定上线 也没有获得法律授权额外给予 这个案件虽然已经很久了 但我们也希望蒋万安 能够正视这件这么重大为师的 从郝龙斌前市长 针对金华城在做公转桑桑的时候 后面希望金华城希望能够放宽容积 但连郝龙斌都不太敢做这样的事情 而且行胜诉讼全部都败诉 都已经被驳回 可是在柯文哲又开了一起小门 大宋容积奖励 创了有史以来840%的容积奖励 也在今年的1月24号 监察院就已经明确地告知了 台北市政府针对金华城这个840%的容积 他是有抵触法律 而且在这一个容积奖励上面 都市计划系部计划审议原则第8点的要点 他却有重大为师 是直接告诉你有重大为师 而且内容也有写到 无法原依据 且已逾越抵触了台北市的土地使用分区管理自治条例及都市计划系部计划审议原则之规定 这么明确的纠正 告诉了台北市政府 这样有史以来最高的容积 840%的容积是逾越的法律 是有重大为师 从北市科T178到这个金华城这一段 我们希望蒋万安市长可以硬起来 可以针对建卖台北市甚至有土地厂商的财团的嫌疑 这样子的案件他应该要严办 应该要重新来审查 市议员林延凤严若芳要求蒋万安市长应将这两案送检掉 严查行政责任 并依法废止金华城案违法容积 要求新光人寿限期补提投资计划 并坚持三不给 不延展契约中建筑最晚取得始造年限 没有取得始造前不同意已转地上权登记 没有缴纳契约年限所有权利金和土地租金前不谈修约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导 缴约年限期称